仁禅师报告 王禅老祖天威 仁禅师报告 仁禅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圣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那么无量寿妙之圣王禅老祖 各位维新圣教 一经大学 辞职培训班 二三四五期的前置同修 即当下公祝阿弥陀佛 佛弹 復国息灾法会 谈葬中华民族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列祖列宗之祖令 双法界三界万年众等 阿弥陀佛 继续来为各位 阐述 王禅老祖 消灾化解 故我继守顶礼 祝我继守顶礼 各位同修 这四句祭 也是我们 各位同修 你要修成正果 阿弥陀佛 当下顿悟你就成就为阿罗汉 他的果位 在2850年前 释迦牟陀佛 他出家的时候 还有五位弟子 一位是焦神主 来侍候 释迦牟陀佛 在外一切起居 守护他的平安 所以释迦牟陀佛第一次 为他这一位第一大弟子 焦神主 尊者说法 说四圣地 四圣地的 宣伐 最起码就是有 生老病死 四圣地 四圣地 四圣地的 生老病死 是人生 祝福福山 大宇宙 小宇宙 自己思想意识里面的 是圣地 圣地 圣地是根 根 所以生 老病死 一件事情的生 我们要看得准 一件事情 有没有过时了 我们也要看得准 要了解 诸法无常 一件事情的 发生 病态 我们也要看得准 病在哪里 老 生老病死 所以 生起 到死 生到死之间 把他的重叠 生老了 生病了 生死了 生生 死死 这都是人生 会 发生的 当然我们 在现在 现实的 科技文明 时代 在生 在生 和死 他的 发生 瞬息 万变 所以 世界面一样 都有生 这一生成一个组合 做组合有多少组合呢 生 老 生 生病,生老,生病,生死。 各位同兄,当你生起信心,你就会死掉烦恼。 当我们生起思维的不调和有病,人生就开始颠倒梦想。 当你见到深汗时,在一刹那之间,就真是很妙的一个人生课题。 好,再来,生老,老老,老死,老生,老病,老死。 人生就是这么妙。 把一件事情你用不,不用了。 你把它摔掉了,我们把它摔掉了,也没有摔掉。 那你还是在想着我丢掉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 有时候,各位同兄,我们这么多的缘分, 你会跟我说,叔啊,我们在哪里? 你,你在吃饭,我见到你。 那一个时候,你要付款,我先偷偷地付掉了。 老板呢,也莫名其妙的感觉奇怪, 这人吃饭了,吃饱了,就有人帮你付钱。 过了几个月以后,碰到了, 就会再生起, 几个月,我帮你付的款。 那时候我就,一生起, 当时,我白痴,没有付款。 这个是生起,这是人耶。 最宝贵的就是这样。 就是会有思想, 会有意识, 的辨别。 好,再来, 生老, 生病。 当我们一分钟前, 肚子痛。 那是你自己, 生起病痛, 别人也不知道。 需要你自己来尝试。 好,所以, 当你签到大家都阿罗啊, 你只签哦, 你中奖了两百块, 人家都中奖几百万, 那你就在那边, 时时会升起, 为什么你只中两百块, 没有向人家中奖两百万。 我常常为这件事情在烦恼。 这个就是, 我们的生的病。 听到吗? 有。 通常吃饭吗? 有。 这样, 有没有生起恩宝, 有没有。 有。 你吃没饭, 你会说, 我吃没饭, 事实上, 我把你起床过。 也这样说, 有, 没有。 在一恋之间, 这人, 非常宝贵的是这样。 生老, 病, 病病。 病生老, 病死老了, 病死了, 病, 不足以的就是为病, 病生老, 你要怎么样, 来面对呢? 那么我们只有, 尊重专业的医师, 找医师吧。 病, 病, 又病了, 病又病了, 病又病老了, 病是酒病, 在两个礼拜前, 我们一位师兄, 他来参加他们的同事, 攻击, 舍不得, 就是他的同事, 自己自杀了。 为什么自杀? 病上再加病, 开始中风, 接下来, 奇怪的病就来, 滚到来, 后来干脆就, 用他的方式来自杀掉了, 那是病死, 也没有病死,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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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在生病, 那么你遇到病来了, 你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我在民国八十四年的时候, 在民国大体育馆举办风水学船舶大法会的时候, 大法会完毕了, 我发现怎么奇怪, 口渴很严重, 后来检查才发生说, 糖尿病的太严重了, 糖尿病的主数六百多, 残疾山维新圣教, 台北大安寺, 好, 那么这个医师, 很简张, 很自卑, 问我说, 你有没有投医, 没有啊, 有没有吃饭, 我吃得很饱啊, 什么都有没有, 没有啊, 那是什么原因, 病一生我先升起这个训练, 心灵的健康一定要先接受这个不如意的时候, 如果是一直在那边紧张, 时时刻刻在想说, 哎呀, 我的糖尿, 水糖六百多, 已经死翘翘, 没有死也烦恼死, 所以我们人一切干, 就是都是烦恼死, 烦恼死了, 病就是思想有问题, 病死了, 病死有两个病死, 人的瘦身因为病, 所以人就要死掉了, 还有病好了, 就是病死了, 所以在我们学习疫经, 相对论, 用预战起来, 碰到祭神, 祭神来克尼, 有好有坏, 当你, 是要有病, 的时候, 祭神就是, 福星, 祖神了, 就来克, 祖神克这个福星, 所以反而急, 若是, 祖神了很旺, 旺来克, 你就死了, 你的官位, 如果是你当官的, 事咬是官鬼, 为用神, 他的动摇, 祖神了为祭神, 和仇神, 所以祖神了旺, 就来克掉, 你的官位, 官队, 如果是有病, 挂展起来, 只是你好了, 动脑, 来克, 事咬, 表示你的病会要, 病很快就会好了, 所以, 世间的事情, 都有相对论, 所以相对论, 和对待论, 这生死, 把你生到, 越多, 死的, 烦恼就越少, 所以我们才有, 一经五行, 旺向修求, 争取信心, 越多的话, 你的烦恼, 就少, 所以各位同兄, 我要大家学义经, 大家修行, 要懂得相对论, 以及对待论, 这个就是对待论, 这凶, 这是几, 这个几多, 凶这少, 这次到, 所以各位同兄, 你看到, 你身边所发生的事情, 记住, 我们要从光明愿来思考, 每一件事情的发生, 都是上天给我们的启示, 每一件事情的吉凶祸福, 都是上天在教育我们, 但是我们不晓得, 他在教育我们, 而是我们要先觉, 要自觉, 把自觉, 这件事情都发生, 他的阳面, 黑暗面是怎么样, 阳面对我好, 黑暗面就会少, 就会少, 黑暗面多, 和阳面就会少, 所以世间的事情, 我们若是, 坏事做尽, 好事不做, 我们永远, 会惧怕, 黑暗面给我们的挑战, 这即是大, 即是修行, 在生老病时, 是我们身边每个人, 时时刻刻的老师, 那么各位同修, 您幸福不必, 老师有带他们来吗, 有吗, 有吗, 生死花一心, 你看一下几牌子, 一分快到了, 啊这生死信心, 哈哈一笑, 这就是每个人, 一分一秒, 这在例行着, 生老病死, 是圣地的真实意, 祝福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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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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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